由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2022联合军演 从9月1号到7号在俄罗斯东边海域登场 俄中两国在日本海进行实弹射击 引发日本强烈不满 再次掀起区域安全隐忧 也凸显俄中两国军事日益深化的关系 今年的G20领袖峰会将在11月15号 在印尼巴厘岛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预期会到场 而外界纷纷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丁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也会出席 出现美中俄三国元寿同台较近的场面 虽然印尼总统佐科威巴院受访时曾表示 习近平和普丁都说过会出席 但克里姆林宫日前表示普丁是否出席 还必须考虑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再决定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 习近平是否出席 回答也是摩棱梁克 中方重视20个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重要作用 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20个集团巴厘岛峰会 因应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以来 中国军方在台海周围动作频繁 无人机频繁侵扰台湾外岛 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要求国会同意一项11亿美元 约新台币337亿元的对台军售案 不过中国8月31号才再度重申 在佩洛西消除他在台湾留下的负面影响之前 中方都不会同意恢复和美国在气候和军事等领域的谈判 拜登和习近平在G20峰会会面的计划 是否会随着美中关系紧张加剧而泡汤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双方还在就会面日期和地点进行协调 目前尚无定案 欢迎新闻林敏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